大家好!歡迎來到《粵如天地》! 免費訂閱,每天瞭解最新香港娛樂資訊! 11月23日,天網劉德華的父親許細了。 消息是由華仔天地曝光的。 華仔天地是劉德華的官方後援會。 目前這個網絡頁面已經全部變成了黑白配色。 已是哀年,告知外界的副告只有短短的一句話。 父親於20日在家人的陪伴中安祥離世了, 此日,雖然只有短短一句話, 但也能見其家人的悲痛。 20日發生的事,23日才向外告知, 也就是講整整三天的時間。 他們才勉強從悲痛中走出來, 發布了副告,據悉。 劉富全名叫劉禮,1934年生人。 中年89歲,其祖籍是廣東江門。 後因重重原因定居在鳥香港生活。 劉德華在五歲之前和阿爺住在香港的鄉下, 六歲多他被父親帶回鳥城市。 所以關於父親的記憶就是一家小食雜貨店。 對於年幼時那段繁忙且沉重的工作, 劉德華從不覺得苦, 甚至在這麼日復一日的生活中, 他更體會到了父親養家的不易。 在功成名就之後, 他買房會買下兩間雙輪的屋, 並將中間打通,以更好的照顧父母。 2003年,劉禮患上鳥磅光癌。 以後,他在香港的醫院做鳥磅光劉割除手術。 二十年前在香港搶救回一個癌症病人。 不僅需要巨大的花燒,還需要精心的照顧。 彼時劉德華人到中年,工作也相當忙碌。 所以華仔對父親的付出可見一班, 為人子女他真正做到了自真自善。 2021年,劉德華帶父親去鳥工作場所。 留下鳥二人公開的最後一張合照,儘管外界鏡頭無數。 他們依然側撲的像世間大多數父子感。 而講起劉向衛,那可是劉德華的掌上名珠。 而劉德華和朱麗綫的婚姻,就堪稱葉內楷模。 1986年,劉德華隨將香港明星足球隊去吉隆坡, 在朋友介紹下,認識了朱麗綫。 朱麗綫本就是劉德華的歌迷,兩人見面後非常頭緣。 在見面後,兩人互相留下了電話號碼, 並慢慢走到了一起。 可係,彼時的劉德華是香港天王。 一旦感情曝光,對劉德華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。 為了不影響劉德華的聲徒,朱麗綫選擇了隱身。 甘心做了她二十多年的隱形女友。 直到2009年,兩人被媒體拍到在機場擁抱的畫面。 這份感情才徹底露出全貌。 而這一年,朱麗綫已經43歲。 劉德華曾說:「我太太比我更愛我自己。」 的確,作為馬尼西亞首富的女兒, 如果沒有足夠的愛, 又怎可能為劉德華默默忍忍二十多年。 好係這段感情是雙向奔赴的。 相戀幾十年來,身處娛樂圈的劉德華 始終非常注意和其他以性來往的分寸, 比足珠麗綫滿滿的安全感。 之前,有位女粉絲在劉德華的演唱會上, 著著婚紗向劉德華表白, 劉德華認真地回應道:「非常對不起, 因為我已經結婚了。」 雖然我已經結婚了, 但我也會一直愛著你。 愛著大家, 我會永遠把你們當作自己的家人體代。」 2015年,在粉絲見面會上, 劉德華戴著老婆和女兒, 劉德華抱著女兒, 牽著太太的手走到舞台中間。 講道:「我想給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兩個寶貝。」 一句話:「盡顯她對妻女的寵愛, 更難得的是,在平時的生活中。」 劉德華非常懂得如何和妻子相處。 兩人有互相不滿的地方, 從來不會大聲吵架。 而是把心裡說, 小小寫下來放在家裡的某個角落, 就好像想學傳子條那樣。 從小在愛河裡遨遊, 劉向衛被父母間濃濃的愛以所包圍。 這種溫暖的家庭環境培養了她那陽光燦爛, 樂觀向上的覺醒。 而這份家庭愛, 亦影照在娛樂圈的金童女劉德華的女兒劉向衛身上。 不久前,香港有幸見證了劉德華首個藝術展的盛況, 低調的她在訪女提到, 展出的畫作當中, 女兒劉向衛的傑作了一席之地。 這份對女兒的驕傲日於營表, 畫得好的作品, 都是她的功勞。 她是個小藝術家, 而我只是一名藝人。 她不但繪畫有天分, 連唱歌都給我還要出色。 劉德華這番話透露出作一個父親的藤愛與志豪, 看得劉向衛年僅十一歲就才華幻逸。 網友們為她喝彩, 然而也有人認為, 她是一個含著金藥池出生的公主。 劉向衛或許正是俗稱在羅馬出生的孩子。 她的父親劉德華是家與護曉的一代天王。 而她的母親朱麗倩則是馬來西亞冰城首富的千金。 當初朱麗倩懷孕時期, 劉德華已是準備周全, 願意不惜一切確保母女平安。 劉向衛出生不久後, 劉德華更是慷慨解囊, 只為她能有最優惡的成長環境。 談到錢買不來幸福。 但劉德華在女兒劉向衛出生的第一年就好之五億。 其中兩億是為了扣自私人飛機, 讓女兒避開人群自由行走於世界各地, 令兩億責斥之購買豪宅。 主義於讓女兒的生活遠離外界干擾。 這間豪宅裝修豪華, 單時空氣淨化器就有十四台。 家裡除了有三位管家外, 還有十位保鏢隨時守護。 十字不沾陽春水的形象在劉德華身上並不適用, 因為在劉向衛出生後的前三個月裡。 她不離不棄地照顧女兒, 從換尿片到為奶洗醋無所不包。 她敢勝地說,每次給女兒洗醋時, 看得她對我露出的天真笑容。 所有的辛勞都煙燒雲散了。 2017年對劉德華來說,是一個試煉年。 她在拍攝廣告時不幸踏馬意外, 外界封存她生死未白。 在這艱難時刻, 朱麗倩帶著五歲的劉向衛迅速趕到她身邊, 陪伴在病床前。 使劉德華能夠堅強地度過這段激烈磨練的日子, 因意外中斷了繁忙的工作, 劉德華卻意外獲得了幸福的驚喜無限的家庭時光, 即使是影壇老大哥周潤發, 眼層氣清這為結婚後墮入的女兒腦。 每當談及女兒時, 展現出了一位父親內心深處的軟弱。 然而,讓人擔憂的消息傳內媒體報獲畫面顯示, 劉德華的八歲女兒忽然出現在醫院, 而她事前去心臟科進行檢查。 這一現象引起了公眾對於小小流向為健康的關心。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, 她已經在醫院住了一兩天。 具體病情尚未可知, 然而孩子的精神狀態似乎並未受影響。 依然活潑可愛, 惹人連愛。 記者長時間在醫院外等候, 直到下午午時才看到朱禮線經常使用的保母轎車洗出, 具槍拉上了黑色窗簾, 隱私保護做得狠到位。 在女兒接受檢查時, 劉德華本人並未出現。 這令人推測情況應該不算嚴重。 即便已步入花甲之年。 劉德華依然在娛樂圈裡擁有令人摧顫的星光。 她那歲氣霍術的形象從來不曾褪色, 也從未被匪民所困擾。 不等不禁為她和她的家人祈願。 希望她們能夠健康快樂, 享受和樂融融的家庭生活。 我們今天的節目暫告一段落。 歡迎訂閱、點讚支持我們的節目。 這是對我們最好的鼓勵。 節目的尾聲, 我也為你準備了兩則精彩絕倫的視頻推薦。 敬請期待下期更多精彩內容。 我們下期再會。